吴尼朗 美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生 好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 吉安乡公所召开了113年度 第一次社区发展业务联系的会议 那么全乡18个社区发展协会 村长与会 针对社区服务 造福 文化传承 产业发展等面向进行交流 那么乡长游淑珍希望能够达到 强化横向的沟通 落实业务推展 共创全方位的服务能量 吉安乡公所召开113年度 第一次社区发展业务联系会议 全乡18个社区发展协会和村长都热烈出席 针对社区教服 文化传承 产业发展等面向来进行交流 乡长游淑珍希望可以达到 强化横向沟通 落实业务推展 共同来推动全方位的服务量能 自信移居的乡城 社区发展协会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平时日的社区发展协会的业务健康站 福气站跟各个推展的事项以外 我们更要带来的是灾访的整备 所以一个早上一系列的课程 从避难所 从救灾的协力 从灾民的安置以及通报开始 到社区发展协会业务的推展 以及所有行政流程 甚至于是活动的申请跟整个执行 备案跟工作 携手协力很重要的环块 我们一并的做了一连串的研习活动 也邀请到实际的专业的讲师 和所有我们准备在社会福利的 共构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执行 我相信这是解案相公所 以及社区协力来到位服务乡亲 最重要的一个软实力 会议讨论项目从防灾准备业务 关怀据点推动 客与推广计划 社区发展工作分享等 还邀请了专业讲师到场为社区伙伴们 带来增广知能的解说 乡长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每年自办乡内社区发展工作评件 借由良性竞争考评来奠定良好基础 也辅导争取计划经费 培育专才 全面来提高效能 简安相更是创下连年获得 全线社区评件优异的好成绩 乡公所会持续培育潜力型的社区 打造更有活力的幸福商城 借对会竟然相报道